很常出現的是說我模仿某一個創作者 但是那個創作我壓根就沒有看過 或者是大家說這個一定是爸媽做的影片 一開始會想要去回復 想要幫自己講話 但是後來就是有慢慢調適過來 每次的拍攝跟合作都會很珍惜 因為每次就是合作都跟不同人 然後都可以在大家身上學到不一樣的經驗 那這樣抱完後我給你帶來壓力 壓力嗎?身為一個小小的公眾人物 就是要能接受網路上 就是難免會有一些留言或是小小的批評 倒也不算真正的酸民 很常出現的是說我模仿某一個創作者 但是那個創作我壓根就沒有看過 或者是大家說這個一定是爸媽做的影片 一開始會想要去回復 想要幫自己講話 但是後來就是有慢慢調適過來 就是因為喜歡一個人不需要理由 但是討厭一個人可以有千千萬萬個理由 其實網路上還是有很多支持自己的人 所以有支持的一定會有不喜歡的 那就好好調適好自己的心態 就是持續去製作影片這樣 一開始也是會擔心而且那時候很菜 不知道要怎麼溝通 因為我對自己的作品會有自己的要求 可能客戶想要那個 但是我覺得我比較想要這個 然後就會花很多時間在那邊來回 常就是可能弄得自己很累 會有一些小問題這樣 我有遇過客戶跟我說 大家想要模布電影的感覺 但是就是內容完全不一樣 或是修改的時候講的摩登兩可 然後很難知道客戶到底要什麼 然後有時候也會擔心自己的影片變得商業化 這個也是我想要保持住的一點 我希望我的出發點是因為自己熱愛然後去做 而不是為了就是什麼什麼樣的片都去拍 在跟廠商業下的過程中有沒有讓你得到什麼樣的成長 一來可能是自己的溝通能力有進步 對整個企劃的工作流會讓我更明確 因為是需要跟客戶或是跟團隊合作 那自己的工作流就要很明確 不能說我今天想要做這個就做這個 然後會更清楚到底該怎麼完成一支影片 然後在時間的掌控上應該多多少少會有進步 因為他們都會有一個奇異性 每一次的拍攝跟合作我都會很珍惜 因為每次就是合作都跟不同人 然後都可以在大家身上學到不一樣的經驗 所以這是我很感謝的一點